寒流陆续报道百货公司出现暖商机风云一间百货周边商品热卖 像是电热坛还有轻保暖的外套和衣物询问度都很高 搭配真心券不少贵位都加码满而回馈 再加上百货的生日庆以及加码百万黄金十万里券抽 添补保暖冬衣比往年更划算 店员忙着整理月寒的服饰来因应逐渐回暖的买气 随着寒流一波接着一波新变形的预寒衣物也成了民众挑选的重点 是很冷的天气就可以换成背心 对啊里面这个是刷毛的 那你也可以换成如果你去到山上比较冷的地方你可以换成羽绒 因为毕竟羽绒是在山上会比较保暖 因为它会蓄热 那你外面Protest包住它就会把热气给包住 天气回暖没几天又奏降 让不少民众选择多层次的穿法 以机能轻便为诉求来挑选寓寒衣物 而除了衣服之外 电暖炉进电热毯这波询问度也相当高 像是像我们现在这一台电暖炉 或者是说电毯为主 销售量是最大的 风源在滴加百会表示 要添购寒衣物及电器 不妨可以利用这一波生日庆活动 以及振兴券的加码送来让消费者 选下一笔荷包的开销 年度的回馈 那就是满五千送五百 那另外呢就是有在使用振兴券的话 我们百会会再加码赠送我们的点数 那除了百货的活动之外 我们品牌也有针对振兴券在做优惠 像是你使用五千再送五千 或者是说你使用振兴券 就是在折特价商品也可以用的折两千块这样 各个品牌都推出蛮多的优惠 直到12月25号 不管你是单笔消费两千 或者是说你扣迪迪卡点数二十点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百万黄金 这个是我们今年太平洋百货 三十周年的一个大回馈 搭配三十周年期 百货跟加码推出了百万黄金抽 十万礼券等幸运加码活动来抽买器 而在岁末年终之际 趁着寒流报道 拉抬一波的买器外 民众也可以趁机捡些便宜 就在电话台中采访不到